孟一瑶所有的梦 是满地玻璃渣子中 竟有的一颗蜜糖 她的一生 也曾备受凌辱 也曾风光无限 为什么 她只记得那些最平凡的日子 也是 她记得清清楚楚 自己又何曾忘记 大哥 你好好看清自己的心 对孟姑娘 到底是什么感情 放心 无论如何 我和哥都会站在你这边 你若是愿意 我就去云孟 找孟老爹给你提亲 你若是不愿意 我再给你物色一下 看着眼前一副 小大人的模样的魏无限 则无君简直要哭笑不得 这么多年过去了 自己一个人 形胆影枝 已经习惯了 大哥 在当年那个乱世 你把一颗星剖成两半 一半给了我哥 一半给了姑苏兰氏 当年 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 你逼迫着自己长大 世人都说 你最懂哥哥 可他们没有想过 你是把哥哥 融进自己的生命 哥哥的一举一动 都会牵动你最敏感的神经 照顾他 抚慰他 已经成了你本能的反应 大哥 如今我们都长大了 你是时候 考虑一下个人问题了 尤其是大冬天的 清寒真冷 有个人给你暖和被窝多好呢 若是再生一个小娃娃 肉嘟嘟胖乎乎的 跟在我身后 屁颠屁颠的叫我师父 那就更好了 小猪蹄子一番话 说得蓝氏双臂 犹如坐过山车 前半段听得几乎热了银矿 他们家宝贝 果然懂事又贴心 谁料想 后半段话锋急转 嗯 他们家宝贝 还是一贯的德性 姑苏蓝氏 每年招收新弟子 都是人山人海 万头攒动的场景 可今年 却与往年大不相同 能静得云深不知处的人 寥寥无几 忘记 阿县这几天 在忙什么 这个负责招生的人 怎么就天天看不到踪影 他 在药堂 兰湛副手而立 站在兄长的身边 看着那些 来姑苏兰氏报名的新弟子 没想到 阿县还真有法子 只是难为那些长老们了 嗯 谁能想到 那些平时个性清高 不理俗事的长老们 这一次 却与魏无羡配合得 天衣无缝 他们在那一条 唯一的山路上 设下了层层关卡 前来报名的人 每通过一个关卡 手里多一张卡片 只有手持七张卡片的人 才能出现在 云深不知处 这时 一个手持七张卡片的少年 走到报名处 一双明亮的大眼睛 兴奋又忐忑地 搭亮着眼前的一切 怎么会 是他 姑苏兰氏这一次招收弟子 跃跃欲试着 车载斗梁 真正走到 主考官大人面前的 却只有三十六人 其他人 都是各位长老 处鲨鱼而归 哥 我想在今年招收的弟子里面 找一个 是为徒弟 静视里 魏无羡将手里的画本 随手一扔 在床上分身坐起 看着一旁打坐调膝的人 为何 蓝湛盘腿打坐 双手原本端端正正地 放在腿弯处 文言 姿势没变 只是藏在素白衣袖下的手指 微微动了一下 魏无羡到云深不知处 这十几年 从没有动过收徒弟的主意 今年 这是为什么 往年我也想呀 可是我还没有成年 我连自己都管不好 不能无人子弟 可今年不同 我成年了 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 或扔价实的大人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 真的准备好了吗 这个小家伙 自己平时 一觉睡到日上三杆 整天调皮捣蛋 把云深不知处 搅得鸡犬不宁 一言不合 就撒娇耍赖 撒泼打滚的人 如何能带徒弟 哥 我可是记得 我还有一个 韩光君敌传弟子的身份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现在可是身兼夺职呢 小猪蹄子 从床上跃下 却跃着扑到兰湛身边 伸出一根纤细修长的手指 挑起自家哥哥 精致完美的下颌 别闹 你说不闹就不闹吗 你对我这个徒弟 伸出魔爪 痛下杀手的时候 终身为父 跑哪里去了 还有 那啥的时候 我说让你慢点 你不是也不听我的吗 魏无羡才不管兰湛做什么 一屁股坐进蓝湛的怀里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 怎么带别人 自己千般包容 万般宠溺 浇灌出来的人 不舍得更不愿意 他去关心别人 哥 我带不好 不是还有你吗 师父不靠谱 还有一个 师爷爷在后面盯着吗 师爷爷 是什么鬼 自己有那么老吗 哥 你就让我收一个吗 哥 好不好吗 两只小爪子 扒开蓝湛的衣精 一颗毛茸茸的小脑袋 埋在自家哥哥的胸口 不停地拱来拱去 你可以先带他们所有人 算是主考官的最终考核 过段时间 你若觉得能够胜任 就从中挑出一个 若是感觉没有合适的 就说考核结束 主考官也可功成身退 尽管被怀里的小家伙 拱得心援一马 蓝湛还是想出一个折中的法子 要让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人 知能而退 果然 那么多年的大米还是白吃的 他家小猪蹄子一听 立即眉开眼笑地答应了下来 还十分贴心地 把蓝湛散乱的衣精合拢 这是把别人撩拨得着了火 他却想装作什么也没发生吗 怎么可能 你挑起的火 就必须负责把火灭掉 单身多年 出京人士的航光君 只是看着自家心肝宝贝 都能把自己点着 哪里还有能力 招架心上人的刻意撩拨 哥 蓝湛 那个 我 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准备好了 这一次 杭光君把他的小猪蹄子 啃得扎不胜 威英 冒时起 起床了 第二天 晨光稀微中 蓝湛起身 呼唤一旁睡得天昏地暗的小家伙 哥 你好吵呢 再吵 尽然 魏小猪蹄子 极不耐烦地翻身 就过贝子 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 实力抗拒 他家哥哥不尽人情地 噪音 起床 用完早餐 去叫场 今天 可是主考官 考核了第一天 不能迟到 蓝湛 勾起神脚 抬手在魏威仙小屁股上 轻轻拍了一下 下午考核 慢慢地声音 从贝子底下传来 某人严重地起床气 开始在爆炸的边缘徘徊 那 上午的新弟子训练怎么办 哥 你就不能让我 再多睡一会儿吗 微微献气呼呼地 把身子上的贝子一扔 直挺挺地 从床上坐起 囧着一张小包子脸 一个人坐在床边运气 叫场上 新来的弟子 规规矩矩地站成四排 等着主考官的 最终考核 陈时 魏威仙带着四名精心挑选 出来的蓝湿弟子 走进了轿场 从今天起 你们分成四队 分别是红队 绿队 黄队 和蓝队 他们四个 都是姑苏蓝湿中的 佼佼者 由他们作为每个战队的队长 传授你们最基本的功夫 十日之后 根据你们的表现 择幽录取 是 众人虽不知魏无羡的身份 可跟那四名师兄 对他的态度 也能猜出 这个少年 在姑苏蓝市 有着举竹轻重的地位 师兄 方才那位穿黑衣服的师兄 是谁呢 等魏无羡离去 众人才壮着胆子 跟自己的队长 打听消息 他是泽物军和韩光军的心头肉 长老们的长中宝 我们整个姑苏蓝市的宝贝疙 都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